新鲜的羊排 取一个新鲜的羊排 打边边以后 切完以后在上面划几道 便于入味 放到盘里边以后 拿葱姜和滋鲜 腌制一下 北方人喜欢吃辣的 可以加辣的 要加个滋鲜多一点 盐 一个勺子以小半勺为准都可以了 一个羊排的话就这么多 味精 加点鸡精 加一点十三香 加一勺子料酒 腌制二十分钟左右吧 腌制二十分钟以后 进入烤箱 烤箱温度开始开到180度 先中下火烤 烤二十分钟左右 再上下两个一块烤 这羊排烤到外面烤到金黄色的那样的 就好 就口感很好 好吧 二十分钟以后 把它放到烤盘里 烤盘下面以后刷点油 因为它会粘锅 怕它粘到这个盘里 把它拿过来 放到这个烤盘里边 现在烤箱的温度已经开到180度了 所以说你放的时候 小心不要烫着手 好 好了四十分钟以后就可以了 刚才的羊排从烤箱里拿出来了 烤好了 咱们把它切成块 现在羊排切好以后 给它放这个最关键的一个就是这个 用辣椒 孜然粉和芝麻 盐味精 拌出来的这个烤 烤羊的这个料 这个把它撒到这个羊肉上就可以了 这个有这个辣 因为不吃辣的人可以不放辣椒面就可以了 放止染面和这个 鸡精啊 芝麻 止染力都可以了 好了 加一点葱花 香菜末 辣椒 利切一点 就可以了 放一点香菜 放一点香菜 放一点香菜